现在呢很多养兰花的朋友呢 已经把自己的兰花更换了新的资料 更换了新的花盆 我们大家现在最关键的事情就是 什么时候给这个兰花正常 施肥浇水 今天就跟大家说一说 这个给兰花上盆之后多久 再给了施肥才是最适合的 首先呢我们给兰花上盆 这个过程呢 它是有一定的浮盆期 这个浮盆的时间呢 也要根据这个观察这个兰花 得到的情况而定 也不是说规定一个月两个月 或者是半个月 如果说我们发现这个兰花叶片 恢复了正常 也就是说这个叶片没有出现 这个切水或者是叶片干尖的 这种现象呢 新芽呢也看起来非常的嫩绿 非常的精神 那么这种情况呢 就属于浮盆了 这个兰花浮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适量的少量的施肥 但是这个时候呢 施肥千万不要过浓 过浓的话 很容易引起到这个生长错乱 让它挡到来年 春来的时候 我们再加大这个施肥量 让它生长得更加顺速 那么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给这个兰花换盆之后 有何正确给它施肥 才能达到更好的效果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